如果要是说能够回回到中国 你最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可以 颗里 啥 颗里 颗里 我们两个出来溜达溜达 因为今天看我们三个 对 对今天看到这个外面的阳光还挺好的 就出来透透气 因为我们前天给这个大使馆发的这个签证的 这个邀请 然后正在等待这个回复 等待的过程太折磨人了 就是心里这块大石头一直放不下去 在家就是坐寝食男安家坐立 就是站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 一直心里就是总有这个事 然后时不时的就打开电脑 看看有没有给我们回这个邮件 然后昨天 这个大使馆跟我们回邮件了 然后瑞尼亚这个申请分别往这个 圣米德堡的这个领事馆和这个莫斯科 这个大使馆都发了 这个签证这个邀请 然后昨天我们收到了回复就是大使馆 莫斯科那边大使馆跟我回复说我们这个领区是在 圣米德堡这个区域 所以说让我们给圣米德堡这个领事馆发这个邀请 然后领事馆那边也给我们回复了 因为我们同时都发了领事馆给我们回复 就是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让我手写一个邀请函 然后还要把我的把热鸭的疫苗的完整的证书 然后还有翻译和公证件全部都发到领事馆邮箱里 然后我们昨天已经发完了 今天一直在等回复的结果 哎呀就是就是这个等待的这个滋味真的是很难受啊 尤其是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今天我们出来溜达溜达 就是在家实在是待不住了 是不是在家 对你看在家紧张的 因为这个领事馆又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邮件啊 说让我们把这个完整的疫苗证书和这个邀请函发过去 我感觉这件事情就差不多了 他要是拒绝的话 第一封信件 咱们发第一次邮件的时候人就拒绝了 但是人家又让你发一个东西 就就证明这个事他可以办 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要不他要是直接拒绝了的话 他他为什么还要让咱再发一遍呢 我感觉人家正规政府机构不能逗咱俩玩啊 所以说我感觉这事差不多啊 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啊 慢慢对慢慢再等等 不是可能有可能明天有可能今天晚点 晚上的时候会发给我们啊 哎呀阳光真好啊 晒了晒太阳 然后心情就不是那么焦虑了 哎呀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了 对这次回国 如果要是说真要是不给我们办签证的话 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原因真的要回不去了的话 我们也会放平心思了 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正常了能回去了 我们顺理成章的就回去了 嗯啊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需要强求的对吧 人家对对 然后人家呃你去中国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次比较幸运 如果要是说能够回到中国你最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我都一次听说有求着被隔离的 隔离一个月行不行 回中国两个月呢 你看只要能让他回去隔离多长时间都行啊 因为我们必须要听他们的所有东西 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能带他们很多问题 我们是好的 看我媳妇这觉悟 回中国必须得先隔离 对 还是咱不说隔离了 回国最想干的事情是 除了隔离 回到中国 隔离也干了一件事是什么 三亚 吃饭 吃饭 然后买个车 对 然后买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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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里没有车 对啊 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没有车的 不是一直就没有啊 因为当时是我们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失业了嘛 钱就是不够生活了 所以说我们行的要个车 还得保养了什么的 没必要了 然后我们就把车卖了 然后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到现在呢 我们其实到今天呢 我们是有钱买车的啊 所以很多网友问我们说 看到我们经常这个领着雷奥啊 在彼得堡啊 在俄罗斯到处走了 到处都是打车啊 挺不方便的啊 说一直都问我 说云飞你为什么不买一个车呢 即使买不了贵的 你可以买个便宜的吗 代步呀 其实车我们现在是能买起的 只不过现在即使我们买了车 我也开不了车 为什么 因为我的驾照过期了 对啊 我是中国驾照啊 在中国驾照使这个翻译公正 在这边就能开车了 但是我现在驾照过期了 我需要回国体检 才能换一本新的驾照 所以说现在我回不了国 所以说我驾照 现在一直都是过期的状态 在这边开车是违法的 人家他不会开车 他没有学驾照 所以说我们开不了车 所以说也就没有买车的必要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真的是特别特别需要回国 因为我的 大家看到我驾照都过期了 在这边其实在俄罗斯没有车 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对 不光是我的驾照 好多的证件都要过期了 我都要回国去换去 所以说在这边 如果要是再困我们两年 或者是再困个大半年 我们基本上就在这边没法生活 对就没法生活了 然后很多证件上的东西 都要回国去补 包括雷奥三岁了对吧 马上三岁了 对不能让他在这上幼儿园 我们打算回国长期生活 就打算让雷奥上那边 上回国上幼儿园 然后还得给他办户口 来回跑一些的文件什么东西 好多事情要做 所以说这回大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回去了吧 因为我们在这如果再滞留一段时间的话 你就没法再生活了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强求的 对 因为这不是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战家 第一步是先要通过大使馆审批 能把外国人 外国人的签证给他申请下来 我也不可能领了要自己回去 把他自己一个人扔着 这不是中国爷们干的事 要我们要回去就一家一起回去 然后签证首先得批 然后就是航班 航班还是得等着有飞机 我们不能走回去 对不对 对 而且陆路口外现在也没开 就只能坐飞机回去 然后包括上飞机 一系列体检 我们数值合不合格 能不能给我们绿码 这都需要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尝试 但愿我们好运 然后现在我们全家一个最重点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等着一个大使馆给我们的回信 对 估计很快就会给我们答复了 你不要着急 相信我们的祖国 好不 相信我的祖国 你不是中国人 所以说你半天证 你还得半天证去中国 这么费劲 我是中国媳妇 你是中国媳妇 小雷 打个招会儿 嗨 你叫什么 大姨 又叫大姨 你叫雷奥 雷奥 雷奥 来雷奥我叫你唱歌 雷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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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奥雷奥雷奥 大雷奥 大雷奥下雨 你说雷奥 类 effect 哼哼 直到大家最近都很关心 我们签证的问题 自从我们发了上个视频之后 每隔几个小时都有好 多好多人给我发私信 比我们还着急 问我们签证到底办没办下来 大使馆有没有接受你们的签证申请 其实我们也着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在焦急的在等待 然后大家放心 没有发视频就代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说要是有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内告诉大家 然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 对不对 对 那好吧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真可爱 大一拜拜 拜拜